最为游戏类型一大气派的恐怖游戏 无论是游玩的角度还是观神的角度 都不得不紧帮精神 双眼紧盯着屏幕 生怕下一秒一幕中一张大脸霸占全屏 抑或是耳机里一阵尖锐的嘶吼穿破耳膜 看似精神自虐一样的游戏方式 并没有阻止人类对其孜孜不倦的渴望 那么就请随我一起 以最直接的视角体验恐怖降低全神 每一根毛发的快感吧 戴上耳机 整天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又回来继续玩我们的恐怖游戏了 今天我们恐怖游戏合级将登陆的第一款游戏 是这款叫做SS4 就是校园模拟器 校园模拟器其实听起来并不恐怖 但是这个游戏我看了一下它的简单的截图 发现是一款非常恐怖的游戏 像这个桌面一样对吧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这款独立游戏 到底有多么的恐怖吧 那么here we go 不要怂就是干 我们已经进入到游戏里了 这游戏真的是一款独立游戏 进来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预兆都进来游戏里了 而且貌似是已经登陆到steam平台上的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VR设备来带到头上来体验这款游戏 你可以发现它做的手感非常的好 人物走起路来也非常的逼真 那么这个学校道就有多么的吓人呢 一起来体验一下 好像听到了不祥的声音 但是这个应该并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大概是可以跳下去的 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东西 什么也没有 车停了车停了车停了 我上不去这个车 我们可以听到车里面有很多人说话 可是可是 你怎么走了 我还没有上车 怎么上学啊 哪了个八字 既然车不来呢 我只能自己走了 是吧 那歌怎么唱来着 我用尽一生意识来将你供养 这宝宝又来了 赶紧回站台去 别走别走 好吧 既然没有赶上车 我只能重新开一次游戏再进一次了 好的 这样的话车就会过来 这把我一定要上上这个车 好的 一定要载着很多人说话的车就这么来了 咱们上车了 这样可以上学了 可以感觉到车厢其实并不大 但是能听到很多人说话 你们听 貌似车里面有很多学生 就感觉很灵异是不是 其实并没有人 就光能听到人说话的 谁说的 这个车没有车头 就这么一击 我靠这车 这车是靠什么发动的 好了 如此这般 咱们就到了学校吧 这应该是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睡觉的地方呢 应该是寝室吧 然后出来就是站台 然后下了站台就来到学校 这应该是个自动门 就老夫观察 马了个八字 这居然没有门 这个应该是个自动 门吧 这边开门 不给开 难道我需要按什么钮吗 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暗逸 好吧 好吧 这个你能看出来说 这一边是门 一边是空气吗 这样我们就成功地上到了学校 感觉学校并不成功 除了没有人以外 这个时候如果你听到什么人声 就更可怕了 这肯定是有一边是玻璃 有一边是门 好吧 这个校园模拟器做得非常的真实 不知道有没有勾起各位上学的回忆 你的作业今天写了吗 是不是快期末考试了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烦 怎么提起这些让人不快的事情 哪个门开得进哪个门了 这样我们都进到了教室里 这边有各种图像啊 这个是 三角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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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形是180度 这题非常非常的难你知道吗 这是一道送分题 它居然读得出来 welcome, so glad you're here 然后呢,这到底有多么的吓人吗 哇,这边写的什么 there are many ways to say plus addition, some, altogether, combine, add, put with 就是说这个加的方式有很多 这边这些书都是贴图 这边好像有我可以碰的东西 这键盘亮了 发生了什么 这为什么要震一下呢 这道题非常的难 180-35-110等于35 因为35加35等于70 70加110等于180 好像出现了什么了不起的UI啊 现在我们有这个装甲 然后有生命值,还有子弹 首先我们要找到这个房间的密码 对不对 35对吗 不是35就是180了,我估计 这房间的密码应该是这吧 What is missing 这个30,110 那接下来的就是40 4 好的,这门开了 好像是个奇怪的解谜游戏 喂,好的 我们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有生命值在刚才那一刻 然后前边的画风呢 就突然间就不对 对了 喂,手电筒 啊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难道我是穿着装甲来行动的吗 我还以为天上吊了个怪兽呢 呀 呀 我想完了 好了,这边掉这边 我不想完了 我讨厌这种 这种 好恐怖啊 一个人在家晚上大晚上的玩这种游戏 真的有点糟不住 为什么这边是雾气蒙蒙的呀 难道帝都了吗 好吧 这个大概是北京学校的这个模拟器 然后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我要穿着装甲呢 难道这个地方难道闹毒了吗 什么 这边有好多红色的贴纸啊 欢迎 很幸运你来 这刚才学校里面的贴纸 都变成了红色 一样的字 这就应该不会高能吧 这边是出口 走这个就对了 哇塞 哇塞 哇 这边又是要算数题吗 65 50 115 65 9 5 5 5 8 什么鬼 我要的是6 喂 没没没没 怎么 好了 这个地方前面那个墙会杀过来 我们先把这个解开 这是65 6 5 好了 这门开了 我的妈呀 难道这游戏就是 就是用来我们补小学数学的吗 开门啊开门啊 难道我通关了吗 啊 对 这个游戏非常的短 这个大概是我通关了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游戏呢就到此为止结束了 但是刚才那一下也非常的吓人 我希望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非常好找在独地游戏网站有发布 我们看下一款游戏了 好的我们今天看的下一款独地恐怖游戏呢叫做 Keep them below 保持他们在下面 不要让他们上来 什么鬼 应该是一个蛮可怕的东西吧 我来看一下 我一瞬间想歪了 我这个人也是购物 哦进入了游戏里边 这边有个option 这边 Music Volume 这个都无所谓了 因为我应该 声音应该都够了 这边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我相当不关稼 working 总 commun闭起了 太多不关事 BURD 我都是永远感 franch流 老 cum是其实 还是好相当 Shane 编挥的 其实那些公 ¿ 我根本不找到了 小类长? 我会不在 advising あの 我将 很难 解释 这这画风完全不对啊 一个恐怖游戏干嘛弄这么好听的音乐 你骨子辐射即时感这个应该是 哎他转弹的音乐 问 卧槽 以上呢就这样一只手还是蛮慌的啊 不慌不慌大家不慌有我不慌 不知道谁把这个音乐打开这个手感觉不像这个主角的手这是我的错觉吧 感觉是从奇怪的地方伸出来的一只手 他应该是就把那个音乐给他关上了吧 先把这门打开 哇这手可以穿墙 这手其实挺好看的 可以看出来主角是个男人 本来是来继承这个农场应该是一个蛮不错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弄这么瘦人啊 没事没事没事 他在 啊这边是楼梯啊 我直接掉下来了是吧 这房间也是够诡异的了放了这么多可怕的东西晚上一个灯也不开 这个是楼梳机吗 应该不是这是一只手电话 这边有一台电视 有沙发 到底是什么东西制造的音乐呢 把那个东西给他关上 有我的地方不要你在这边制造音乐 混淆视听 这门是打开了 这门里面有房间吗 还真有 就是你吧 不许唱了 其实把它打开比较好我觉得 关上了以后感觉画风就不太对 不太对劲 但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类似的游戏我已经玩过很多 看起来好像是农舍那边旁边闯过来的声音 我们出去看一看 其实这个场景做的还相当不错的 虽然这个胳膊看起来不像是自己的 农舍那边到底怎么了 居然有个女人 居然有女人的话 我们现在就展示我们实力的时候就到了 她这个手电其实有跟没有是一样的 这农场还是蛮大的 就是有点吓人 今天玩的游戏还是比较 等一下 比较平和的 但这游戏叫什么来的 Keep them below 不要让他们上来 然后这弟弟才会钻住什么手什么的 说起来这个好像是今年 这个独立游戏的作者为了庆祝万证节来做的一款游戏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为什么过不去啊 好像前方有神秘的东方力量阻止着我不能过去 只能遥望这个稻草人 不能是他喊的吧 大家不要怕啊 有我在你们不要怕 我陪你们一起被吓 如果我不能陪你一起被吓的话 那我只能来吓你了是吧 马的哥巴子好黑 好黑啊 这种黑红黑红的感觉真的不是很舒服 冰箱里有吃的吗 最好是没有了 有吃的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看来他家里面是什么都没有了 只能去外面看一看了 然而他说的农舍呢 我还不知道指的是哪里 应该是对面那个地方吧 你没听听这BGM 也不算是BGM了 这是就是 就是背景音效 感觉 感觉还是很不舒服的 但是因为视野太黑了 并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会蹦出来 我也不知道这种农舍是不是就是这个房子呀 可是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感受到呢 只看到刚才那个圣人的稻草人 感觉要来高能了 大家准备好啊 这地方肯定要高能 我看来有个人在手打不开这个门 里面看来有个女人 看来我们要找什么东西把这个门给他打开 这BGM可不可以 都被销停一下了 我感觉到草人地我好像近了一点 绝对是错觉 哎有个密道 哇塞 哇塞我终于进来了 这边更密道里面有我想要的道具 我看一看 这个地方还是有点蛮吓人的 刚才进到外边那些BGM的洗礼 这里面应该不会来个突然的高能什么的吧 他绝对可以在这个地方给我高能一下 拿到一个铲子 现在可以救那个妹子了 可是我一点也不想救他 我怕他根本就不是人 那我们都是人模鬼样 算了上去看一看吧 你说万一救出来一个不是人的东西 你说我该怎么承受 哇塞 这个木太难找了 这么黑的地方 我讨厌这种东西最烦的一点就是它一个光 根本就没有起到这手电筒的作用 找到一颗木碑 然后把它撬开绝坟 但是这个标题是不让他们上来 他把坟给绝了 接下来发生什么你们明明会想到的 我感觉下一个画面要高 没有高能 可能是个木乃伊还是有 可能是从他身上得到一把钥匙吧 那我们现在可以英雄救美了对不对 这游戏太容易迷路了 我 天图不对了呀 被天图吓死了 妈蛋 那我们去那个 那个包二人 骨仓那边去救我们的美人 可是这游戏有很多很多地方你就莫名其妙地过不去 它是一款很小的游戏 所以地图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 或者是没有我想象那么大 但是这个墓碑太难照了 它这个手电筒其实可有可无的 这根本就是一个逗你玩的手电筒 这是它在后门吗 我记得这门 刚才好像我好像是打开了呀 啊 怎么了 啊 I'm sorry 啊 妈呀 家里面闹鬼了 要不要去救那个女主啊 先不要管这个房子了 总感觉我被困在这个房子附近了呀 那只能回屋了 妈呀 不要吓我 不要吓我 这房子刚才长得不太一样啊 绿色的 什么绿色的绿色的 这个门也进不去 只能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嘛 妈呀 妈呀 玻璃都碎了 有没有鬼呀 有没有鬼 好像有鬼的样子 感觉前面有高 男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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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要低一点 你平手远一点 拿到一把高 选的什么呀 他们想再来 帮他们再来 帮他们再来 保留他们 在暗中 拿到一把高 拿到一把高 I'm sorry 而且这房子长得和刚才不一样啊 这地图又是可以改的地图吧 今天不想玩广播游戏的 我还怕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吓我 你看现在又走不过去了 我拿这把高尔怎么救女主啊 How can I save her 好的好的好的 我上来了上来了 木丹伊 我怎么离你这么近了呀 不会变成怪吧 这个地图整个都不一样了呀 这个木乃伊怎么跑这边来了 女主在哪里呢 这房子怎么长得像个恶魔啊 房子长得刚才也不一样了 这刚才不是这个形状的呀 哎呀妈呀不想玩了 不想玩了 这是自己自己家吧 这是我刚才出来的那个门 好吧 刚才那个房子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要突然间跟我弄这么是人 还没有jumpscare 有种你出来跳出来吓我一跳 那也算是痛快对不对 你这样藏着掖着算什么英雄好汉 我现在都已经有高了 应该可以把这个女的给他放出来了 不管他是鬼啊还是人啊 到底是不是人啊 就在这 好的 里边要进去看一看吗 哇好深的坑啊 并没有人对不对 那我要跳坑啊 啊 啊 你还活着 我的妈呀 你还没死 哦 这边在搞什么仪式的样子 看一看 这不是刚才那坨尸体吗 哎 居然回头没有杀 哎 难道我不能调查一下这坨尸体吗 要不然我跟这个尸体我们俩同归于尽吧 我受不了了 太可怕了 有点像是一个地下墓穴 这边有一个奇怪的门 俄文 我应该能够脱离 这边的门关都失去了 这回拿到我们马上了 现在可以走了 我觉得可以通关了 这将是我恐怖游戏集合里边 通关的第三款还是第四款游戏 因为我很少会通关游戏 因为这游戏实在是一个一个太恐怖了 有的时候会把你的信心都给它磨眉 你的耐性 而且在这恐怖之中 你又如何能生存 这个应该就是可以通关的路了 这游戏我感觉它应该 应该在这里通关 应该是没错的 这么多门柱子 好的 走了 那后边是什么呢 来呀 来 吓我一跳 我们来战个痛快 什么 啊 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么多 主角可能活不长了 好吧 这个大概就是主角死掉了吧 那我们那么就说我这个游戏通关了 这游戏是单结局的 不知道大家看这游戏爽不爽 那今天呢 这游戏就到此为止了 看下一款游戏吧 好的 我们看的下一款恐怖游戏呢 叫做Anonymous Messages 匿名信息 不能说成匿名信那么简单了 这个因为我看它的预告的图片里面 应该显示了一些 大概是留下来的录音之类的 也是一款非常 看起来非常恐怖的游戏 我们看看这游戏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它也是支持双系统的 支持这个苹果系统 还有Windows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吧 不要怂就是干 Bug Games 这个游戏的制作方叫的Bug 这个有阿拉伯语 还有英文 然后How to Play 应该不用看了 我们直接开始玩都可以了 没有什么设置 Loading 我怎么一看这个界面 就知道怎么玩的呢 是不是很像是那个天线宝宝 或者是什么 你们知道了 收集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红的这是什么呀 有一朵丝带 说起来好像是非常伤心的故事 我们集齐这本磁带就可以了 哇 这这这整个这个 就特别特别像 那个不是天线宝宝 特别特别像 那个那个面条人 这个大概都是拿面条人的系统 做的游戏 面条人本身就是这样一款游戏 在这里面收集东西 还天线宝宝也是一样 收集布丁 还是收集什么奶酪 whatever 收集齐了以后啊 然后这个中间可能会穿插一些 你们知道的 让人不快的因素 我们现在心跳为什么越来越快呢 牛山脚那是心跳吧 难道是我走的路越多 他的心跳值就会越来越快吗 我跑一下 啊这边还有一本磁带 快快快 看这个这个这个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你应该停手的 其实我后期会加字幕的 所以我不用给他口头来翻译 但这样会让我的心情稍微 等等等等 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我要看一看 哇 这是个树 妈呀 这树成精了呀 好吧 这游戏里面的怪物我大概懂了 就是会成精的树 这样会使我们的心跳加速 哇 这边还有一坨磁带 快看看这只磁带怎么写 来 你和什么都在做了吗 等一下 这是墓碑吧 没有猜错的话 难道这个人主角把人给杀了吗 我怎么有这种错觉呢 这不是错觉 这应该是女人的直觉 对 这应该 怎么了 我 等等等等 哇 这个树好烦 已经166的心跳 这游戏我过不了关了呀 但是一共六个磁带 我们就可以过关 何尝不试一下 我就有一种过关的预感 哇 好像这个和刚才讲的是不太一样的 我又重新玩了一把 这个你每次捡到磁带的时候 他的心跳会回复 你那个树远一点就可以了 我应该能过关的 这个游戏我这种预感 这并不是很难 一共六个磁带 只要捡到这 只要捡到这六个磁带的话 我们就可以过关了 心跳不要达到160 160可能是个卡尔 哎呀呀呀要死了 不要死了不要死了 生死了 我这么相信你 你一定要相信我 对吧 我那时候不知道哪里有 这个这个这个树啊 两百多的 妈呀 感觉主角灭不久 你觉得第一次 你愿意再做一样的错误 我真是狠 我这第四排 实在是永远都找不到 我有这种预感 刚才一个电话都没有接 等我等一下回头给打过去吧 妈了个八字 要就义了吗 好吧 我实在是找不到 这最后两盘磁带 已经玩了半个多小时了 那么这游戏呢 只能到此为止了 Bug Games Shit Shit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游戏续作的预告 游戏续作的预告 感觉也是个蛮不错的游戏 那么今天这个游戏就到此为止了 最后两条信息到底讲的是什么呢 我会在 我应该会给大家后期贴上来的 因为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 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比较好奇 可能我这样以为会有人会比较好奇 好吧 我们这个不多说了 我们看下一款游戏咯 那么我们这一周的游戏 就到此为止全部结束了 不知道是否合您的口味呢 如果喜欢的话 请不忘点一下收藏 点一下右笔点下赞吧 这里要提一下的就是 我的零食店呢 也正式开业了 请不要有任何的奇异 这只是一个零食店而已 质量也是完全的过关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不妨来尝试一下 正好改成双十二 店里有很多新的活动 比如说买多少多少包邮之类的 我就这里面不废话了 然后满138元 还会赠送一个亲笔签名的贺卡 地址已经贴在这里了 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不妨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这一周呢 就到此为止全部结束了 谢谢你的支持 提前谢谢恢复 那么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